同学们好 这节课呢咱们来看一下 咱们要完成了是这个无限分类是吧 上节课呢咱们完成了这个无限分类这个添加是吧 现在呢我们最后使用无限分类这个查询啊 这节课有个比较重要的知识点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会使用这个阿达克斯 至于什么是阿达克斯如果有不知道同学啊 可以自己去查一下北斗啊 因为咱们是项目实战课 就不过多的去讲这些技术的东西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是咱们的分类这个添加咱们已经做完了 现在是展示的这一块 这是这个框架自己带的展示的是吧 好我们来完成一下 找到我们代码 在后面下面的index下面的有一个试图是吧 这里有一个 这里有个goods 这个啊 他用他使用的是框架 idg是这个添加的这个是吧 然后这个是这他他他左边的这个啊 好 点击这个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写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首先呢他是使用这个js啊就写的这一段代码我们来看一下就这个啊 他使用这个js来写的比如说这个把这个关掉啊 然后重新刷新一下 你看他是不是默认就不是展开的了 对吧 好 那么他我们来看一下他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他使用一个ad一个pid一个lm 大家发现没有他这个跟我咱们数据库的结构非常像 你看咱们是不是也有个ad一个lm跟一个pid啊 但是他这里是大写是吧 咱们稍微改一下啊 嗯 比如说他这里调用的是通过这里来调用的 咱们把这个pid改成小写啊 然后这里的数据我们通过数通过达克斯从数据库里面去取怎么取呢 比如说拿上来 那上面这里去写啊 比如说 嗯 先定义一个啊 定义一个变量 zlotus是吧 然后使用一个埃亚克斯 埃亚克斯代码 我这里提前给大家准备好了啊 直接拿过来啊 这是埃亚克斯最基础的啊 就不带大家大家去写了 因为这个其实已经是必须要掌握的了啊 比如说地址 这里是 找到 咱们后台啊 空置期固的事 这里我写一个 写个怎么了 写一个 嗯 比如说 public 重新写个方法吧 这里写阿亚克斯是吧 啊 获取 分类数据是吧 然后 直接请求这个地址 请求实际使用大优风法啊 是吧 请求以后 他这个不需要参数是吧 把他拿过来 直接通过这个结果 结果是什么 这结果就是 他这个等于一个Z 漏的 等于一个对头啊 就是说我们返回的数据 要跟刚才我们看见的那个 比如说我们先把它 拷贝一次 返回一下啊 我们看一下刚才 刚才我们看的那个数据 要跟这个一致是吧 然后这小写啊 把这个拿过来 拿过来以后 注射啊 一会儿我们可以对照一下 我们从数据库里面去取 取出来结构要跟这个一样 跟这个结构一样啊 所以呢 我们这里要使用这个先把它取出来 比如说到了M 要用是吧 固者是下面的TYPE 把所有数据处出来 取出来注意啊 他这里我们只要求要什么 要三个字段 一个ID 一个PID 还有NEM是吧 所以我们这里要给个条件 一个ID 逗号 PID 还有一个NEM是吧 得到结果是一个DATE 是吧 一个数据 数据以后我们通过一个方式 什么方式吗 比如说这个 将PHP的数据 它返回的是个数据 是吧 转换成这个阶层的一个对象 是吧 然后叫 JSON -EN-COD-COD 是吧 好 我们看一下 直接访问这个 结果 让他去访问这个结果 返回的结果 我们打印一下 点log 我们调试 火狐 这是谷歌 火狐也有 火狐的fairbug 比如说 现在找到这个 letterwork 这里有个wall 我重新刷新一下 点击分类管理 分类管理 你看 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请求的阿雅克斯地址 没有请求吗 分类管理 好像没有出发是吧 这里可能有代码写错了是吧 我们看一下 哪里写错了 这里 多了一个vir是吧 好 我们来刷新一下 你看 是不是都有了 你看服装 鞋 汽车装饰是吧 你看 当我点击 看咱们分类 对不对 你看我顶记一个服装 就一级 鞋也是一级是吧 然后汽车装饰也是一级 对吧 都是一级 当我点击这个的时候 你看 二级出来了 西服 西服下面可能还有这个 你看 男士西服跟女士西服是吧 西服下面的 在咱们是不是就完成了这个 查询啊 是吧 然后查询完成以后 咱们还做一个 做什么呢 做这个 删除 怎么去删除一个分类 比如说我点击几下 我这里给个提示啊 要不不太清晰 就在哪里呢 在这个上面 给个 span 这样 点击分类 名称 可 立即删除 这里给个信号 这给个样式吧 给个红色标注 刷新一下 对吧 点击分类名称 可立即删除 所以我们在这里的时候 要写一个什么呢 写一个 写个A标签啊 我看在哪里写 在 嗯 他应该添加的 我看一下查一下啊 这里是吧 span 这里可以有一个 咱们就在这个 在哪里加呢 哦 对了 当他顶记这个 顶记这个 这个的时候 顶记一次 他会有一个事件啊 在这个位置啊 这是他一个用法 比如说 嗯 这里啊 我们的 alert一个 试一下 他顶记这个 一次的时候 他会产生一个事件 你看 对不对 刚好就出发这个事件啊 叫 before click 是吧 所以我这里 再写一个 埃亚克斯 啊 这个埃亚克斯呢 是 因为做删除用的 就点击一下才删除 是吧 所以我们这里来写个方法 叫删除 分类 信息啊 hopperlake 然后 拉过来 是吧 好 放到里面去 他要把他的值传过来 传过来什么呢 比如说传过来 他的这个 ID是吧 他这里摸摸 传过来的啊 是这个 确露的 确露的下面有一个 我打印看一下 21.load 是吧 叫 确 1 NOD 啊 我们打印 先把他注释掉啊 我们看一下 F12 刷新一次啊 比如说 我现在点 点一次 先把他注释掉 点一次 一点 嗯 这里是吧 你看 是不是有一个对象 下面有个ID是吧 那我只需要交用他这个 比如说 一个ID 好 我们再刷新一次啊 你看 点击一次 是不是 11 他的ID就出来了 所以我们只需要把这个ID传过去 把这个ID传过去 比如说 Date里面有一个对象 叫 确的 ID 然后 呃 传过来 你叫做确的 确露的 ID是吧 传过去以后 这里接收 这里接收 我传过来是用get传过来的 所以我这里用 也是用get方法接收啊 叫ID等于一个到下滑页 get里面的 ID是吧 然后我们 这里呢还有个问题是什么呢 如果他下面有一个比如说我删除这个服装能不能让他删除了 如果我把服装删除了是不是连西服同装这个他找不到自己的上级了 所以有个条件是什么 如果他的服装下面有有个二截或三截不允许他删除啊 这里你要注意一下 比如说我这里 先实力化 固者是下面一个typ 然后查找一下 啊 查找一下有没有这条数据条件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呃 pid 等于 这个 id啊 如果他存在的话 比如说 如果他存在到这个存在的话 那么就直接 echo一个 呃 echo一个什么呢 比如说 这里先写个字符串啊 这个提啊 等于一个 呃分类下面 还有 指分类 不允许是吧 不允许 删除 是吧 然后直接 一个接手 把数据传过去 英寇的 一提啊 啊 否则的话 就是没有是吧 没有的话 就 就直接把删除 然后就是这个dlm 然后删除 呃 叫 代车是吧 然后把这个dlad传进去 并且echo一个e 如果成功的话 是吧 如1 如果 如果 删除成功的话 直接echo一个e 是吧 那我们的钱来接受的时候 就是这样 判断一下 这个dl 如果 代车等于1的话 那就是删除 alert 直接alert一个 是吧 删除 成功 否则什么呢 否则 直接就一个alert 的date 是吧 比如说 我们测试一下啊 嗯 这里有问题 查找 第30行 这里哪里写也都有问题 30行 这里是吧 dl date 等于 dlm 一个web条件 啊 这里少写什么 金框号是吧 刷新一下 好 当我顶记这个时 顶记删除 删除成功是吧 但是他没有返回池 所以我们这里还得做跳转是吧 删除成功 然后 叫location是吧 然后有一个 location什么呢 一个点 前面前面还有个啊 叫p a r ent location 啊 然后 hr ef 等于一个 跳转的地址 比如说叫 8u 啊 就是这个 跳转到这里啊 那跳转回来 是不是单引号 这个也是啊 如果删除48的话也是让他跳转 所以我们这里刷新一下 连刚才那个是 七少年那五块是不是不见了 再点击一次 30成功 啊 再跳回来 啊 如果是说我们删除这个服装 比如删除这个戏服 戏服下面是 是不是有指缝了呀 点击一下 你看 分内下面还有指缝了 不允许删 对吧 啊 所以这样的话咱们就做成了这个分类的真删改查啊全部已经做完了你看删除皮鞋删成功 我再把这个鞋删了 无法删除是吧 好 那咱们整个这个分类就算完成了啊分类这个模块 同学们下去把这个分类好好做一下啊都无限分类其实在在这个生意实战中就从我们做项目的时候是经常用到的啊 好 好那这节课咱们就结束了啊 咱们这个无限分类也算 呃做完了啊 好 感谢大家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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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